7月26日,电影《全球热恋》在北京举行首次发布会 导演陈国辉携三位美女主演 刘若英、桂伦美、安吉拉贝比到场为该影片宣传造势 在该片中,奶茶、小美和贝比试验三位亲姐妹 她们每个人的名字都以一种花命名 奶茶是玫瑰,小美是玉兰,而贝比是牡丹 那么她们是如何看待自己和角色的关系呢 这个角色还是跟我自己蛮像的 就是说话很直 然后什么事情都大辣辣的 然后可能看起来很聪明 但是实际上面对感情的时候 在里面就是还是很执着吧 执着女性 对,但是重点是有刺 既然 对,但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冰性欲解 但是里面的角色因为她有洁癖 然后是很喜欢周遭到一尘不染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电解到越南还蛮奢备的 我觉得牡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奔放很辣 对,所以在里面某牡丹她也是蛮直接 蛮辣妹的一个人 对于影后刘若英来说 拍这部戏一点都不轻松 反而是辛苦至极 由于自己饰演的宇航员 要和郭富城在太空舱中完成太空之恋 奶茶城不仅每天连掉好几个小时的威亚 还要被自己并不擅长的台词 最后导致自己被封为剧组里的恩基王 因为第一天就掉了八个小时 然后我没有 就是比我想象中要辛苦很多很多 而且第一天郭富城是不用掉威亚 因为她是睡着的 所以她是站在那里 然后我要穿过那个威亚 就穿过那个太空舱 然后过去然后偷亲她 所以第一天所有的那个技术配合 跟我自己都排在一个调整的阶段 所以下来以后 我觉得这接下来二十天要怎么过 妹妹我要解释一下 确实我恩基最多 我刚一看就知道一定是我了 第一 第一她很客气的说是因为掉威亚啊 然后金头的问题 其实是因为这一次的台词 对我是有很大的挑战 我对数字这个东西是大一时 所以但是那个宇航员 他拥有的东西是对数字有关的 所以那个台词里面 只要牵求到有数字 我就要恩基十字以上 但据刘若英回忆说 自己和郭富城的一场戏 可以说是影片中最性感的一场戏 说到此时 刘若英不禁得意起来 似乎也忘记了当初掉威亚的痛苦 而继全程热恋之后再度与景博然演对手戏的baby说 在全球热恋中两人还有吻戏 所以自己也被封上了吻神的称号 吻在里面只有一个 一个吻戏 就是跟景博然的吻戏 因为这次是第二次拍了跟他 第一次就特别害羞 就觉得好像他不是很熟 就要吻了 本来是没有的 但是导演要讲第一次的时候 然后第二次就上来拍的第一天 上来拍的第一天 还是第二天就要吻了 然后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 再加上是记者探班的时候 就周围围了好多的人 然后就拍我冲下去 要抱着他吻 然后明明第二条就已经OK了 然后他们说要再来多一次 后来我们之后注意跟我说 其实第二条OK 导演只是想要再吻一次 除了桂伦美 奶茶和baby都在全程热恋中 有过精彩的表现 此次桂伦美加入热恋团队中 和陈奕迅扮演情侣档 而桂伦美称难度最大的 就是要和陈奕迅搭戏 因为每次都要笑场 其实他那里头比较是 演一个大乐色的男神 然后他的性格比较活泼一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跟他对戏都会很自觉 想要笑笑 而且他会在他的时候 就跟你有一些很好玩的互动 然后真的要action的时候 你就真的会远不住 大概是最难的地方